嗨大家好,我是雅芸 那今天的這個系列,影片系列就是我新發起的一個就是QA Friday 那就是說我每個禮拜三都會在我的臉書粉絲團 就是發文問大家就是說,欸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啊 比如說化妝、保養、生活啊或者是 一些分享或是工作都可以,或是關於我個人都OK 那我之前就已經發了文,上個禮拜就發文問大家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啊 只要你敢問我就敢答 第一個問題有人問說,雅芸都是怎麼補妝的 雖然好像試用影片都有做過,但想看更詳細一點 好補妝的話呢,我現在稍微講一下好了 我補妝的話,比如說今天是氣墊粉底的話 我的氣墊粉底了 假如今天我是用氣墊粉底的話呢 我就是會把氣墊粉底打開之後呢,我會用它的海綿 海綿不是長這個樣子嗎 我就會拿這個之後,跟我隨身帶的噴霧 我就會噴在粉撲上面 就這樣噴一點點就好 然後呢,就先拿衛生紙把油份壓乾 就是壓掉,輕輕的,你們不要這樣抹喔 千萬不要這樣抹,就是這樣壓 把它壓掉 之後呢,我會先給皮膚水分 因為有時候你皮膚會越補越乾啊 然後就會出現一格一格的裂開 所以我就會這樣壓 尤其是兩頰跟鼻子這邊會比較乾一點 就把你要補妝的地方先讓它有水分 那假如已經乾的話,你就繼續再噴 然後就這樣壓 然後呢,我會再壓氣墊粉底 即使今天我的底妝是粉底液 我補妝其實都是先用氣墊粉底 好,假裝啦,我就現在先不補 我就這樣拍之後,我就開始這樣拍 輕拍一點點一點點 補妝一定要薄薄一點一點點 然後就這樣補 補完了之後呢,再乾蜜粉 我的補妝都是用氣墊粉餅的粉撲 跟一罐噴霧 還有衛生紙跟蜜粉 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我必帶出門的東西 好,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說雅雲姐姐夏天真的很容易脫妝 流個汗 即使會乾蜜粉也會 那怎麼樣比較不會呢? 夏天脫妝的話 我覺得脫妝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做打底 就是你底妝一定要打 就是在擦粉底之前 你一定要做打底的動作 即使你是用保濕打底都好 控油打底、毛孔打底 什麼打底都好 不是說防曬喔 就是說防曬之後也要做一個打底 一定要擦一個 跟粉底跟皮膚中間有一個隔離層的東西在 那像我的打底就是這個 Benefit的這個毛孔隱形露 我跟一堆人推薦這個 就是假如大家有私訊我 我都一定是回答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是我用過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用的 打底 然後它就是擦在 主要是擦在毛孔跟T字部位 然後下巴我也會擦 就是讓我底妝超級無敵服貼 而且會讓我就是 毛孔比較不容易粗大 而且不會太容易出油 我覺得這個產品真的很好 好再來就是 平常都戴什麼隱形眼鏡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真的很多人都問我 好我現在就是 我主要是戴三種 不同的 呃主要是 呃月拋跟日拋 兩種 因為我日拋就是 好我跟你講 我平常分有兩種 比如說我今天錄影 只錄一兩個小時 比較快速的話 我就會帶月拋 我就會比較省 那假如我今天一整天都出去 我要去試鏡 然後我要去拍廣告 然後我還要 呃再去上通告 一整天我都到外面工作 我就會用日拋 我覺得這樣比較省 因為我覺得日拋 假如只用兩個小時就要丟掉 我就覺得超級不划算 所以我的包包裡面會有 月拋 也會有個別的日拋 那日拋我最喜歡戴的是 D康的彩色日拋 就是它有咖啡色跟黑色 這個 它有出咖啡色跟黑色 我喜歡這款 是因為它 就是 呃 我覺得很自然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戴起來 就是不會有 太放大太假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變得 就是太變色片 好像 很像 異形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D康這個很OK 然後 呃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 也是日拋 這兩個都是日拋 這是佳美的日拋 那佳美的日拋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要化 比較成熟一點的妝 我就會帶這種變色片 佳美的這個我是用 這個包裝 然後是棕色的 對 因為我帶灰色會有一點 像 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啦 對啊 但是常常很多影片中 我會帶的是 加美的 呃 加美的 灰色月拋 我會帶的月拋 就是灰色跟咖啡色 也是加美的 所以主要就是 加美月拋 加美日拋 跟抵抗日拋 就是這三款 雅雲都用什麼修圖 軟體修影片 呃 你在問的是 youtube 欸不不不 就是youtube上傳的影片嗎 我不會修影片耶 什麼意思啊 我聽不懂耶 影片怎麼修 影片就只能 只能打字幕啊 就是我那個 youtube上面那個影片 就是用 因為我是蘋果電腦 所以我是用iMovie 來進行 就是穿插 還有字幕 對 好 你要問的是這個吧 我也不知道耶 想問雅雲頭髮 催疹保養的方法 好 Girl Let me tell you 我跟妳講 頭髮這件事情 問我就對了 那我之前工作就是 我漂過四次 當場漂四次 我頭髮整個就是 爛掉 我現在會用的護髮 就是 呃 主要是這三個 好那我先講 我洗完頭髮之後呢 我們不是會用潤絲嗎 然後我的潤絲呢 都是一定 一定是擠五下 就是 以壓那個劑啊 我一定是壓五下 然後滿手都是 然後我就會這樣搓之後 敷在我的髮位 而且我會讓它敷 就是讓它稍微 因為廁所會有那個水蒸氣 我就會讓它敷著這樣子 然後出來之後呢 假如情況真的很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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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好對不起 我不知道這款中文叫什麼 但是這個很貴 這在百貨公司的 貴到我真的是買下去的時候 我都是 在懂 你知道嗎 就是嗯怎麼這麼貴 這個它有金色 綠色紫色粉紅色 反正它有針對不同的 髮質的 做稍微的改變 那聽說好像是金色賣最好 但我覺得金色神臭 就是臭到不行 怎麼會有人用那麼臭的護髮 我會選粉紅色的原因 是因為它第一它是裡面最香的 當然就是要香香的比較好 然後這個是護色 因為我有染頭髮 所以就是剛好護色又很香 所以我就會買粉紅色 Oh my god this is so good 就是它真的很棒 就是它是油 我不想擠給大家看 因為它真的太貴了 反正它就是 因為你看我只剩用 只剩一點點 反正就是把它擠出來 然後擠出來之後 擠一記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它油 到時候頭髮又好像沒洗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主要就是擦在髮尾 而且我都是會先 把頭髮先弄乾之後呢 用毛巾弄乾之後呢 先擦一次 然後吹半乾之後再擦一次 然後吹完之後呢 再擦一次 但是我用量就是一記 就是我會稍微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假如今天頭髮不是太糟 我就會用這個 ZUBAKI的護髮 在哪裡 我就會用ZUBAKI的這個護髮 這個好像不知道是 家樂福大人潘應該都買得到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有點像乳液的質地 它沒有它油這麼的滋潤 但是也是非常的OK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我之前 在ETUGE HOUSE的那個 就是購物的影片之後 跟大家分享就是這個 然後我那個時候買AVOCADO 就是這個酪梨的 還有黃色的是什麼麥片 還是什麼的 燕麥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也不錯 就是這個價錢來講 可以這麼滋潤 我覺得很OK 不過我覺得用量有差 就是說 那個人跟我說 因為它這邊這個是潤髮乳 這邊是護髮乳 這整包我就是用一次量 你的量一定要足夠啦 不然就是 你完全就是 沒有效果 就是你要不能過多 但就是要夠 量一定要夠 然後呢 你們起完頭髮 是不是講到這是毛巾 我們頭髮 是不是這樣子 你是不是會把頭髮的水 給這樣擠乾 你千萬不要搓 你不要給我這樣搓 我跟你講 這超傷頭髮的 你就是 沒辦法 你就只能用拍的 或是把它捏緊緊 把它這樣 稍微這樣壓一壓 就是擰乾的那種感覺 千萬不要這樣搓 頭髮會變超差 好 接下來有人問我說 雅雲是什麼星座的 好 你們猜我是什麼星座 給你3秒 3 2 1 有 有答案嗎 好 我是十月生的 我是天蠍座 有猜到嗎 好 我看到有人問我說 雅雲如何瘦身 然後 怎麼維持好身材 然後你每天都跟我一樣 喝這桌奶茶 好我跟你講大家不知道的人呢 其實我 每一天 都會喝一杯 珍珠奶茶 聽起來很荒謬吧 欸我現在桌上就一杯 沒騙人喔 我是everyday都要喝珍珠奶茶 我沒辦法不喝珍珠奶茶欸 很多學姐都跟我說 珍珠奶茶就是塑化肌 but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 我就是要喝珍珠奶茶 好我的瘦身經驗就是 就是反正很可怕 那個時候就真的是胖到 大家看到我都是說天哪 你怎麼可以這麼胖 臉超圓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直被罵 一直被羞辱這樣 然後 我那時候瘦身 我並沒有吃任何 比如說減肥藥 或者是 什麼 什麼蟹藥 我都沒有吃那種東西 我也沒有埋線 也沒有打針 也沒有去什麼 我都沒有用 我是全部是靠天然的 的瘦身 啊唯一一個就是 我有擦這個 我之前毫無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有跟大家分享這個 克蘭絲的 小 呼拉小腹霜 然後那時候我不是就跟大家說 我是他們中級會員嗎 我跟你講 我是他們家幾乎什麼產品 我都有 就是 整個全部都是他們家的產品 就是他們家 瘦身霜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有效 雖然貴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有效 在我的減肥歷程上面 幫助了很多 我到現在都還是會擦 然後針對不同部位 跟不同天氣 因為比如說霜的話 我可能就是冬天比較乾一點會擦 像這種乳的話 我可能夏天比較清爽一點會擦 小腹肚子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擦小腹霜 反正之類的 然後擦瘦身霜是一回事 但是我比較注重的是飲食跟運動 我是一個會上健身房的女生 然後 為什麼要上健身房呢 因為覺得健身房就是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聽音樂 然後又可以運動這樣 我不喜歡去外面跑 因為我覺得外面跑第一很熱 然後第二就是到處是蚊子 我覺得很噁心 好那這次的QA Friday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大家有很多問題 然後我有一些可能還沒有回答到 但是因為問了影片的時間 我稍微就是看到哪一些 比較快能回答的 我就先回答 那至於有些人的問題 我覺得他問的是很多人常常問的問題 比如說想知道我的保養SOP 或是怎麼維持好身材 這類的 我覺得這些我可以拍一個特別的影片 就是一整個的影片 而不是在Q&A就是講講把它帶過 所以我覺得之後我會 就是能回答的 我就會在Q&A上回答 那假如說我覺得比較冗長一點 需要更長的時間的話 我就會把它拍成影片 再回答大家 那希望大家以後 每個禮拜三都到我的臉書 去看我的發文 Q&A發文 然後你們就告訴我 你們想要問什麼問題啊 都可以跟我說 那喜歡這一系列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讚 然後記得連結到我的臉書 這樣才可以follow我的 就是發文啊 還有活動之類的 然後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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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